OK 我们在这里就直接看到了相关的内容 OK 然后包括切换的速度我们直接切换到 经济频道 看到了吗 速度 我们再切换到综艺频道 我们再切换到中文国际频道 再切换到体育频道 再切换到 武家频道 明白了吗 这就是现在你本地部署的一个速度速率其他的文件内容就不误 给大家看了 大家自行的去测试吧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大亨 那在我的视频频道里面 因为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关于直播的内容了 所以大家有兴趣或者是想找自己的需要的内容 OK 来我的视频频道来找到自己所喜欢或者适用的相关的内容 来进行部署或者是玩耍一下 OK 我们继续来讲 今天的新的内容 也就是说 IPTV 怎么讲呢 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在本地来部署 由于从去年或者说从网年 一直比较稳定的 北洋的 all in one的这个部署已经基本上 属于失效的状态了 那我们 一直没有一个相对 稳定的 本定部署的IPTV 来替换这样的项目 OK 我们今天就来推荐一个 新的项目来在本地进行部署 IPTV 实现稳定 流畅的播放 我们的 电视节目 OK 跟着我的视频 马上开始吧 我们来到我的桌面上 首先 第一步呢 是干嘛呢 就是打开我们一键部署的代码 OK 我们 打开一下我的代码 OK 我们可以完整的看到 这些代码非常简单的 我用的是默认的host 这种啊 过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其他的方式 然后现在端口是3000 它里面有一个 呃 这里 看到了吗 我黄色的这里 要进行修改 明白了吗 这里是黄色的这个位置的这些内容 要进行修改 也就是说 这里的http 斜杠 Lowkeyhost 你要改成你自己本地的IP 还可以啊 我自己改一下啊 比如说本地的这个 部署的IP 比如说 192. 168. 1. 90 OK 这就可以了啊 也就是说你要把这里改成你自己的本地的设备的IP 还是默认加上http吧 帽后 写上 看到了吧 把这里完整的修改成你自己 本地设备的 IP 默认的这个3000的端口 你就管了啊 这时候我们把完整的命令再进行一下 一键的 复制 C 然后 复制完之后 打开我们自己的 呃本地的设备 然后用你自己的 S SH 连接工具 连接上你的本地设备 比如说我这里就是 OpenWP的一个旁路由 直接在 Route账号下直接输入我们刚才复制的这段命令 单贴 单贴好了看到了啊 他是每一行对应的啊 他是因为是多行的嘛 多行命令部署 那么直接点击确� OK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等他下载 首先给大家还是提示一下 如果你的Docker环境的 网络是不通的 那你这个下载是 一定会失败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速度是非常快的 说明我的Docker 网络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他没有被强调 或者是没有 被隔离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下载 我们相关的 额 镜像 来部署我们的容器 OK 我们已经看到 已经下载完毕了啊 我们看到这里的下载完毕之后 我们怎样去 获取 订阅地址呢 也就是说我们能来去访问呢 那我们这里就要打开一个新的一个空白页 这时候我们在网址上输入什么内容呢 就比如说 刚才我们用的是本地设备加端口嘛 就是 192.168.1.90 对不对 看着一下啊 然后 然后这里再加上你自己的端口号3000 看到了吗 然后点击确认 访问 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看到相关的内容了 看到了吗 包括他自己可以访问的地址 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访问的地址是一个127的开头了对不对 我们到底看一看他能不能打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他是一个本地的网址 OK 我们直接在port player上直接测试一下 打开 然后 里面有一个打开链接 布置我们刚才的 移植 就直较吧 就比如他输入一个网址看看能不能直接进行 打开 OK 他是打开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所以 这就是成功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部署就成功了 直接 图置了一个 啊 一直就可以直接进行观看了啊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来进行讨论 因为毕竟大家每个人的网络环境 你的配置 包括你的 是旁路由还是主路由 怎样的连接方式 还是不一样的啊 我现在用的比如说host 或者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吗 是不是 这时候呢 我们基本的部署和测试基本就结束了 但是我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还有一个进阶的用法 怎么讲呢 继续来看一下代码啊 这是默认部署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进阶部署的代码 进阶部署的代码 其实也是 比较简单的啊 但是他多了一项功能 就是说 你如果有米姑的相关的VIP的账号 OK 那你就可以解锁这种 比如说高清的一些视频 这时候你清晰度可能更上一个台阶吧 只是这样的作用啊 至于 频道列表没有太大的区别 OK 我们这里看一下啊 这个到底是咱们来部署的啊 首先第一步 这个 其他的内容没有变化啊 就比如说我这里的 部署的这些相关的这些 IP 你一样的 也要修改成你自己本地设备部署的这个IP 然后第2一个需要你修改的就是你的用户ID 用户ID 也就是说你登录这个 啊 米姑视频网站之后 你要获取用户ID 同时 你要有你自己的 啊 Token 这些都是需要你在PC上面 也就是说电脑上面来进行操作一下 才能获取相关的信息 然后第4一项吧 第4一项需要修改的就是这个 就是它的清晰度 比如它有几个选项 那我们这一项呢 其实就是一个清晰度的选项 那默认的就是一个720P的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数字改成4 那这里就说明你的账号是有VIP账号的 也就是说你购买了VIP 所以你这个账号才能用4的高清的模式 明白了吧 那其他的内容其实不需要什么修改 如果你的账号没有这种高清 那你默认还是需要 这种 默认的清晰度就是720P的就可以了啊 其他的内容没有什么东西啊 一样的这个命令 复制过来 粘贴到你的相关的设备上 然后粘贴 以后 一键进行部署就可以了 一定要记得啊 改那几项 一是IP 二是ID 三是Token 四是清晰度 清晰度又取决于你的账号 是否有VIP 好了 基本的内容都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了啊 所以大家去测试一下 或者是你有相关的这些 内容或者账号 也进行一下 更新 这时候你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 给我做出更多的评论 告诉 大家 你自己部署的自己效果 好吧 OK 最后 我再讲一下什么呢 就是讲一下这个 Github上 原开发者 他自己 也分享了相关免费的 也就是说今天的彩蛋就是说告诉大家 其实你在部署的情况下 在自己没有本地这些相关设备上 如果没有这些设备 OK 你一样是可以观看的啊 就是利用作者自己 部署的相关的这些 网址 也可以直接进行观看啊 前两下我就不讲了 这个防问地址是可以有回看 当天内容的 就可以当天的内容可以进行回看 第一个 肉格式的 也就是说它是Github上的啊 如果网络不允许的情况下 你是访问不了的 包括下面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如果你的网络 下面有说明了啊 如果你的网络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项目啊 如果有 我兴趣的话大家来看一下相关的项目的介绍 然后原始的怎么部署的 包括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部署 大家也可以深入的去研究一下啊 我只给大家讲最简单最方便的方式就可以了 至于那些 更高阶的方式大家如果有能力的小伙伴 我知道在我的群组或者是在我的视频里面有更多高手 那大家自行的去研究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因为毕竟 如果多数小白 没有这个能力部署 咱们这个讲的也没有没有用 好吧 我们继续来看啊 它的其他的内容 我们可以预见到的就是说 你比如说他有这种 他桥接这个模式的部署 也可以进行部署啊 其他内容就不讲了啊 而且他重点说了一项就是说 你需要一个国内的IP才能正常的访问 如果你海外的IP估计它是不能访问的 毕竟可能其他方面的一个网络限制 好吧 那今天在演示方面就演示到这里 OK 谢谢大家的支持 OK 我们刚刚的所有的部署 包括一键Docker 这样的方式 已经都交给大家了 而且已经告诉大家 怎样去用 你自己的账号来实行 全高清 也就是所谓的1080p 以上的一个 清晰度的播放 那如果你有条件 或者说 你有自己的这种账号 也可以进行部署 其实我在想 如果你自己有账号 那不如在官方的APP上来观看了 所以大家看自己的需求吧 包括你的账号 可以不可以进行分享 这类的都是 可以 有一个想法的 那我们 我们近期的视频呢 其实包括这个 TV 包括4G TV 其实更新的 比较频繁 所以大家也要尽快的跟上节奏 用最新的代码来进行 这个部署 或者是更新 好了 如果你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点赞 评论 好 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TMRSK OK 我们本期的视频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大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